兄弟们 这一期的资讯满满 上一期我们讲到 周瑜 太史词 陈浦这一对 就是这套技能的配置 然后我分享了一些相关的战报 这些战报我都分享过了 上一期便停留在无头兄弟这里 无头兄弟这一场打完 我就把陈浦的腹肌居民给吓掉了 换成了行一阵 这是行一阵的这套肉弓打出来的战报 兄弟们请看一下 认真看一下 39级的白板旅布 48级的太史词 37级的黄月英 就是这样的一个队伍 咱们被打成这个样子 有点忧伤 有点小忧伤 跟着咱们这一队 接近满红的周瑜肉弓 跟这队群弓又打平了 太史词直接就倒下了 不过这哥俩一万三的兵 可以跟这队满级四红张角 打平这么一丑 看起来也还是可以 周瑜输出了个八千 这哥俩救援救了一万 怪不得可以打平 这场战报结束之后 我依然决定我要启动赤壁弓 我要玩赤壁弓兄弟们 然后赤壁弓一上去 先干掉了这队九千七的兵 以正军威 跟着又拿下了这一队 这一队是对面这个神棍兄弟 专门用来送温暖的队伍 非常好 就是喜欢他这样的 就是送温暖的几动 你看他为了送温暖 战法点都不点满 然后我们很轻松的就拿下了这一队 跟着又赢了孙权周瑜辱数的这队 蜈弓 然后又秒掉了这队满红的四星弓 这队弓之前我有分享过相关的战报 然后折挤在了这队四十九级的白板七零弓这里 还是有点小忧伤 相当于就是前面的那些不着编辑的仗 咱们都赢了这个硬仗对他好像没有什么损失 于是乎我继续失业 然后满兵跟神棍的这队四十九级的群弓拼了一下 发现拼不过 我的技能是这样配置的 我上的八门金锁 白马一重 甘霖是破军 必死继续 然后这边是夺破风筑火势 相当于是打一个强输出 两万一的兵打这队主枪 咱们还是赢了 但咱赢的也不是特别光彩 因为未言上个天降火雨 跟着向前冲的这队阳红虎城 咱们就打不过了 打掉了四十四级北伐枪 一万六的兵 又碰上了这队SP关羽的陶原盾 一万三的兵 跟神棍的天王弓拼了一下 这个时候我的失序就是碰瓷 然后一万七的兵 赢了将为庞同法阵的鼠弓 一万四的兵 被三四旅直接秒掉了 一个回合直接秒掉 很尴尬啊兄弟们 然后满兵 赢了虎城 注意这里我都是上的八门金锁 然后从这一队开始 我就用棋风弓的思路玩了 我就上的战壁棋风 我之前黑科技的作品 有介绍过这一队 当时我上的是陈浦 然后用棋风弓的思路玩 强度也就上来了 弓也能打了 棋也能打了 虽然对面是白板 虽然我们输了 但总比打不动枪 这次想着去碰瓷 结果还是被对面吃克制掉了 这个时候我依旧还是一个碰瓷的思路 一万四的兵 我想是看一下这一队能不能碰瓷 然后满兵又输给了七灵弓 于是胡兄弟们 我痛定思痛 我又改了 又重新把那个太史池拉回来 但这一次我没有上陈浦 我上周泰 我用虎成功的思路去玩 让太史池带哲冲玉武和当风吹绝 周泰一粒巨手 白马一虫 配合周瑜的夺魂胁迫和风珠火势 这个时候的周瑜是很可怕的 他坐拥干铃应该坐拥的一切 有太史池折冲的抵挡 当风的破防 周泰肉身铁壁加持 周泰还有一粒巨手的回复 再上个白马一虫 周瑜输出两万多 然后一万九的兵就可以跟这个麒麟弓 有的一战 你看我们之前都是没打过是吧 这个时候虽然我们也输了 但是对面起码缠了一个 一万三赢了个一万的成家 这没什么好开心的 跟着一万三赢了满兵的周瑜陆逊 掳术的这一队 猪猪侠是个什么 赢了这队猪猪侠 这个时候不是感觉有一战之力了 周瑜输出上两万七 兄弟们 瞬间这一队就变得可以碰瓷了 虽然对面是四四二级的曹操 但是不影响四四五级夏侯渊的发挥 兄弟们 夺川战报来了 第一场 赢掉了吕布张辽灵统的三四旗 第二场 秒掉了这个 SP关羽 虽然对面只有一万四的兵 第三场又秒掉了这队鼠枪 第四场 打掉了这队满兵的辽基奇 第五场又秒掉了这队藤甲 打藤甲我们周瑜输出又上两万 两万九的兵赢了两万四的群攻 周泰倒下了 周泰倒下是很正常的 这真不好意思啊兄弟们 九千二的兵赢了两万六的藤甲 他可能没想到 哪怕只剩下这哥俩 咱们依旧能战 二万二的兵跟这队鼠枪打平 一万四的兵直接被诸葛亮这队鼠枪秒掉 两万九的满兵跟对面的这队藤甲打平了 周瑜输出上了两万八 依旧还是打平 对面回复了一万八 这确实打平 刮鼓撩毒七次 回复了九千七 太恐怖了兄弟们 这输出和回复直接直接拉满了 怪不得我们没打过 一点都不意外啊 这样的回复换一个队你也打不过 二万二的兵折挤在了这队关关张 一万八的兵赢了这队关关张 两万九的兵 对面这队武功一万七的兵 打掉了这队三四旅 对面这个虎城两万一的兵 他兵可能稍微多一点我测一队就够呛了 毕竟他还带着盛气在 然后二万二的兵赢下了这队天王弓 两万的兵没有打赢这一队 这队貂蝉和张角好像这个剧本玩的比较多 异竹战法顶起来这一队还是挺强的 打貂蝉的兵种私信变成S之后 配合张角还是很凶惨的 打这种盾是打不过的 兄弟们我都帮你们试验了一下啊 赢了这队诸葛的鼠枪 一万七的兵还是碰这队天王弓 然后一万二的兵就没有打动这一队北伐 知序上插播就这样 兄弟们觉得哪套配置最强